激动的吸引颤抖的手 由摩尔县城研发的首款国潮显卡终于是来了 你没有听错 就是国产显卡 而且是游戏显卡 名为MTT S80 目前该卡已经对多款游戏进行了适配和测试 甚至还可以跑3A游戏 谁说10年前的3A就不算3A了 并且该卡也将于今年双11 在京东限量小售 我拼了命也要搞一块回来做测试 S80搭载了摩尔县城旗下 最新完整版的MT春小芯片核心 此核心采用了7nm的工艺 共有221个晶体管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率先使用PCI5.0的全功能GPU 还支持8K输出和最高360Hz的刷新率 具体的参数都放在屏幕上了 显卡的散热采用了常见的三风扇设计 长28.5厘米和4.9厘米 配备了三个DP1.4和一个HDMI2.1接口 各位觉得颜值如何 显卡内置了4096个MUSA流处理器核心 配备了16GB位宽为256bit的GDDR6显存 其他参数也是相当可以哦 在1.8GHz的主频下 单精度浮点算力能够达到14.4T浮点 这个理论算力已经超过RTX3060的12.74T浮点了 但性能到底怎么样呢 可能要等到之后实际测试一下 毕竟驱动适配各种问题都是需要考虑的点 针对于大家最关心的游戏测试 发布会上演示了大波罗3 鸡饼飞车热力追踪3 看起来还可以 但能不能玩现在的主流3A大作吗 更多的游戏 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展示了 从其公布的游戏阵容来看 主要都是日前流行的网络游戏独立游戏 和10年前左右的3A游戏 感觉还是在继续优化和适配的阶段 不知道屏幕上有几款你感兴趣的游戏 为了解决驱动问题 MORL现成主要是针对于Windows环境和DX图形接口进行了适配 也对Vulcan OpenGL OpenGL ES等主流图形接口提供了支持 还内置了MUSA DX驱动模块 以此来解决显卡驱动的问题 软件方面提供了升级后的PES控制中心 也就是驱动软件 像AMD和NVIDIA辅助玩家使用 更新驱动啊 状态监控啊 分享录像等等 整体看下来还是非常完善的 显卡会在11月11日与京东限量开手 售价目前还会公布 不管性能怎么样吧 给抢我都要去抢一块支持一下 让我们喊出我们的新口号 莫尔现成 Yes 初次据莫尔现成还公布了一款 多功能服务器GPU MTT-S3000 它要是基于了MT春晓核心打造 内置了4096个MUSA核心 频率达1.9GHz FP32浮点算力为15.2T浮点 配有256bit的32GB GDDR的显存 搭载了最新的PESAE5.0 共有两个DP1.4的显示接口 像常见的服务器级显卡一样为被动散热 当然这张显卡主要是面向于有AI算力需求的客户 尤其玩家也就过过眼影 针对于此卡 莫尔现成还推出了一系列与其配套的软硬件产品 实现从算法模型到应用部署的全流程覆盖 能够为AI用户提供方便全套的解决方案 比如自研的AI推定引擎 TUNCE-X KUDAMUSA兼容方案等等 因为和玩家关系也不大就不赘述了 目前莫尔现成也正在云游戏云桌面 也就是云服务 以及元宇宙方面进行探索和合作 其中元宇宙还推出了MCC-X原计算一体机 毕竟要靠大厂吃饭嘛 懂得都懂 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具体的信息 可以去莫尔现成的公众号慢慢查看 其实对于莫尔现成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其成立于2020年10月 创始人兼CEO张建忠 是原NVIDIA全球副总裁 中国区总经理 看起来也很爱穿皮衣的样子 在今年3月份就为我们带来了第一款GPU 而且如今也推出了期待已久的游戏显卡 相信过不了多久 更强更优秀的国产GPU 很快就会与我们相见 当然后续 如果莫尔现成以及MTT-X80游戏显卡 有了更多新消息 G强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报道哦 那各位觉得 莫尔现成我们带来的这款游戏卡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答案中积极讨论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更快更全的硬件消息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强 我们下期 再见